機場今年非常熱鬧 第三條跑道預計今年啟用 航天城第一期雙下就利用得 商場部分最快2024年陸續落成 相信會帶動周邊地區的人流和住屋需求 今集入伙就帶大家來到東涌 我們一齊去看一個頂層連私人泳節的特色單位 究竟幾個特色呢?我們一齊去看看吧 我們現在來到星會的一個頂層單位 實用面積超過2300呎 接近是全屋院最大的單位 入到來見到這間屋是用橫廳設計的 通常是一些大一點的戶型才見到 它的優點就是客廳和飯廳都用同一面落地玻璃 所以它的好處就是均勻而且充足的光線 另外我們亦都不需要一定說要經過飯廳才去到客廳 這樣就不會因為行出行入而影響到家人了 業主就在這邊放了兩張梳化 而在另外一邊又放了一張圓形的飯桌 天花還有三盞水晶燈 光線就夠充足了 轉入來右手邊就是廚房 這裡有一個超正的L型工作桌 空間也是非常之大 就算這邊放了一張桌子都夠兩三個人過 而且這裡已經有齊了焗爐 廚具、收油煙機 而且還有一個大大的雪櫃 走出來就是400多呎的露台了 這裡的露台和其他房子的露台相比 真的夠大 你看看我打橫對手在這裡走 都不能碰到兩邊 外面的觀景就是看著機場海景 和東涌填海發展工程 走到這邊就是主人房 可以看到房子很大 就算擺在超大的雙人床 都還可以做到三邊落床 這裡有個對流窗 可以很通風的 不過景觀就一般 平時不開窗就落鏈遮住它 進去兔廁之前會經過一個轉角 業主特意在這裡做了幾個衣櫃 變成一個小型衣帽間 兔廁有雙聲盤設計 早上就不用爭著用了 還有浴缸這邊 你看看 是看到機場海景的 在兔廁上幾級 就是這個單位其中一個賣點 業主真的很識探 竟然在這裡做了一個露天按摩浴池 可以看著機場海景浸浴 真的很棒 而且這裡還可以通向客廳的露台 走到家屋的另一邊 本身這裡會有四間客房 但有時都真的未必需要這麼多間房 所以業主就打通了其中兩間 這裡有機會可以做私人專門 或者是影音房都可以 那走入少少 有另外兩間房 一小一大 間隔四正 兩間房都有兔廁和浴缸 以及做了一套大衣櫃 小一點那間看山景 大一點那間就會看到填海發展區 兩間房都很適合小朋友 你會發現 在這裡住 絕對不用跟人搶廁 因為不計工人房 這裡總共有四間房 一共有三個兔廁連一個客廁 而且全部都不是客廁 業主真的很擅長 用這裡的每一寸空間 樓梯位這裡有驚喜 收起來了幾個鞋櫃 而那邊就做了一個損核室 終於上到天台了 最特別的當然是這裡的泳池 而且還不小 夠了一家大小在這裡玩水 重點是 又是望海的 不計過泳池 這裡還有二千多呎的地方可以用 已經連來去水 預料給你用來BBQ和開派對 這邊可以放幾張沙灘以曬太陽 或者戶外餐桌 另外 另外屋苑的會所有近九萬呎 三十幾項設施 包括有露天泳池 行溫泳池 健身中心 保齡球場等等 如果要搭港鐵 就要預回十分鐘搭出土 如果呢 出回九龍就預四十分鐘左右 又到了武長競猜價錢的時間 讓你三秒鐘猜一下 究竟多少錢 3 2 1 現在業主叫價九千萬 和可以月租 月租十萬元 因為連新鎮裝修 和同類型的放盤真的不多 所以叫價會貴些 不知你又覺得玩不玩得過呢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如果想看多點靚盤的話 就記得subscribe和like我們的channel 不要錯過我們的最新資訊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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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